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投资成长空间啊,我是吴云俊 来看到这个12点以后啊,现在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小时了 那这个也没有多少大的变化,反而出现了一个webfin 你看这很少上有人做空他吧,webfin,但他也是没有到了emulian 没有到emulian,而且今天苹果呢也不活跃啊,苹果是不活跃的,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一点都不活跃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领先是,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表呢 像这个pantry,pltr,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 他的这个线是这样的啊,17%,今天涨了17%,那他还能不能突破这个什么14块这些呢 那还是有人出现做空他的这个迹象,还有9个order,3.1个mulian 好吧,这个是不是这个,咋想呢,那个势头这么好 他是这个逢高必低,按照这个这个理论来操作的呢 那再来看到这个snapcheck啊,最多人认为是可行的,snapcheck 还有这个net啊,今天有人操作苹果,但是很少 还有这个neo,分别来看一下他啊 首先来看一个这个nio6 我们看一个一个小时看吧 他最近的这个线啊,乱货线了,乱货线了 这里一条线,他涨上来以后呢 他就往上去了 这里一条线啊 到了这个,我们不可能那么精准嘛 他一下来一点点,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卖了啊,以这个位置下来一点点 他到了最高点,要他下来百分之五,我们就卖掉嘛 然后他又又有一段时间,然后又突破了这个高点以后呢,他又上来,他又上来 又到了这个点,我们又如果以上去以后,到了这个顶点,他低一点点,我们又卖出 他又一直,他就一直上了不停了,一直上上在这里了 那最高点是43块,那我们还是来细细看 这里有没有三脚形啊,有没有三脚形 这个位置这样 这样 lio呢也是有钱多的啊,也是一个有钱多的股 起码大家市场就大家的情绪认为他值这么多钱 再来看一下这个snapchat 诶,可以买,我觉得snapchat可以买,可以买 他把今天自己的这个最高点给突破了 他现在在一个突破的阶段 线就不用画了,你看这一段上去,然后突然冲了往上拉 好,那现在还是在一个突破的阶段 已经是破了这一条线了 那我们通过这些华尔街这些大单,看他的操作原理 他已经是探头了,有个探头探出来 好 但他这个资金流油量,他不是那种,往上称了,他不像nvidia 我刚才这个反复提一下nvidia看一下,我自己要抄盘嘛 583啊,正好是也是一个探头的情况啊,探上来了 他的限市,他的这个资金流量是这样的 所以总的来说,今天他的表现应该会好一些 还有个刚才那个什么股,net net,充了一下往上去,今天一开盘,充了一下往上去 这是一个小时的图,那他现在下来了 那他52个礼拜最高的是71 他今天正好,正好最高的时候就是71块钱 他正好是一个,也是一个属于一个 所谓的破口啊,所谓的破口 我是没有学过的啊,我是先说的,大家停停就好 画线 这个点破了这里以后呢,再往上去 这里,这里要破了这里,这里直接是跳空,没有机会给你破 没有机会给你破,这个昨天这样,他最后那一个小时啊 直接没有机会让我们破,直接冲的一阵子上来 根本没没有给我们机会进场 那今天还是依然开盘的时候,就有这么多人进场的话 在六十几块钱进场的话,这个确实是厉害啊 或者是华尔街呢,早就有预谋的 看回这个实时报告啊,realtime 有什么买入买出的 还有Snapchat,还有Snapchat多 Docside ABBV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